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五集 那个车夫告诉我 格尔木是个槟城 军官很多 很多国家领导人经常来视察 这个疗养院是给当时的领导住的 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 疗养院撤掉了 这里改成了戏楼 所以他也来过 当时的河东河西就这么几片地方 我还比较走运碰上了他 要是其他那些北方来的三轮车夫 保管也找不到这地方 我听得半信半疑 车夫走了之后 整条街道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左右看看 一片漆黑 只有这栋楼的门前 有一盏昏暗的路灯 有点害怕 不过一想 自己连古墓都大半夜下去 这一老房子怕什么呢 随即推了推楼门 楼外有围墙 墙门是拱形的红木板门 门有门环 推了几下 发现门背后有铁链锁着 门开不开 不过这点障碍是难不倒我的 我四处看了看 来到路灯杆子下 几下就爬了上去 翻过了围墙 这是小时候导弹的身手 看来还没落去 里面的院子里全是杂草 跳下去的 可以知道下面铺的青砖 但是缝隙里全是草 院子里还有一棵树 已经死了靠在一边的院墙上 走到小楼跟前 我打开打火机招了招 才得以了解他的破败 是雕花的门窗 不过都已经搭了了下来 到处是纵横的蜘蛛网 大门处用铁锁链锁着 贴着封条 我扯开一扇窗 小心翼翼地爬了进去 里面是青砖铺的地 厚厚的一层灰 门后直接就是一个大堂 什么东西也没有 似乎是空空荡荡的 我举高了打火机 仔细地转了转 发现有点熟悉 再一想冷汗就下来了 这个大堂就是阿宁的录像带中 我在地上爬行的地方 来对地方了 我对自己说 我站到了录像带中 录像机拍摄的角度去看 那些青砖 那些雕花的窗 角度一模一样 我越来越确定了我的想法 一种恐惧和兴奋 同时从我心里生了出来 继续往里走 就在大堂的左边 有一道旋转的木楼梯 很简易的那种 但好歹是旋转的 通往二楼 我捏手捏脚地走过去 朝楼上望去 只见楼梯的上方 一片的漆黑 并没有光 我掏出了口袋里的钥匙 306 那就应该是三楼的 这多少有些异样 我低头照着照楼梯的踏板 发现踏板上盖着厚厚的尘土 但是在尘土中能看到一些脚印 显然这里还是有人走动的 我轻轻地把脚放在踏板上踩了踩 发出鸽吱的声音 但是应该能承受我的体重 我咬紧牙 小心翼翼地往上走去 楼上黑黑的 夹着那种木头摩擦的鸽吱声 让我感觉有点荒慌的 但是这里毕竟不如骨 我的神经还顶得住 一直往上 到了二楼 就发现二楼的走道口 给人用水泥封了起来 没有门 是整个封死掉的 按照楼下的空间 水泥墙后面 应该还有好几个房间 似乎给隔离了起来 水泥弓做得很粗糙 我摸着墙壁 感觉有点奇怪 难道这房子的结构 出现过问题 这里做了加固了吗 不过奇怪也没用 此时我没有多余的精力 考虑这些问题 继续往上进入到三楼 我看到的是一条 漆黑的走廊 走廊的两边都是房间 但是所有的房门下面 都没有透出光来 应该是没人 而空气中 是一股很难闻的 没变的味道 我宁神静气 小心翼翼地走进走廊 绕过那些蜘蛛网 看到那些房间的门上 有被尘埃覆盖的 油漆的门牌号 我一路读下去 有点感觉自己 好像那些欧美悬疑片里的主角 不久 便来到了走廊的倒数 第二间房门外 我举起发烫的打火机 照了照门上 只见门楣上 有很浅的门号 306 那一刹那 我开始想敲门 一想又觉得好笑 于是在门口 犹豫了一下 就掏出了钥匙 往门口的钥匙孔里边一插 随即一旋转 咔哒一声 门随着门轴尖锐的摩擦声 很轻松地 被我推了进去 房间不大 里面很黑 进去霉变的味道更重了 先是从门缝里探头进去看了看 发现房间的一边可能有窗户 外边路灯的光透了进来 照出了房间里大概的轮廓 房间里贴墙似乎摆着很多的家具 在外面路灯光形成的阴影里看不清楚 不过一看就知道没有人 我深吸了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走进去 举起已经发烫的打火机 在微弱的火光下 四周的一切都清晰了起来 这是一个人的卧室 我看到了一张小床放在角落里 霉变的气味 就是从这床上来的 走近看 发现床上的被子 都已经腐烂成黑色了 味道极其的难闻 被子鼓鼓囊囊的 乍一看还以为里面裹着个死人 不过仔细看看 就发现只是被子的形状而已 在床的边上 有一张写字台 古老的类似于小学时候的木头客桌 上面是一些垃圾 布 几张废纸和一些从房顶上掉下来的白石灰块 都覆盖着厚厚的灰 在写字台的边上是一只大柜子 有三四米宽 比我还高 上面的木头大概是因为瘦巢膨胀 门板都裂了开来 抬头往上看 就可以看到柜子上面的房顶和墙壁的连接处 有大量的煤斑和水渍 显然这里在雨天会有漏水 这地方看来已经荒废很久了 这种破烂的程度应该有五年以上了 不过房子虽然老旧 却也是普通的老旧而已 记录像带的人把我勾过来干什么呢 他想我在这房子里得到什么信息呢 此时忐忑不安的心情 也随着我对环境的适应而逐渐平静了起来 我将打火机放在桌子上 先是开始翻找那张木头写字桌的抽屉 把抽屉一只一只地拉出来 不过里面基本上都是空的 有两只抽屉垫着老报纸都发霉了 我碰都不敢去碰 抽屉里没有 难道是床上 我走到床边上 先看了看床底下 全是蜘蛛网 什么都没有 然后到边上拿出一只抽屉 用来当工具 把粘成一团的被子 从床铺上剥了开去 想看看里面是不是裹着什么东西 然而剥了几下 被子里直冒黑色的粘水 竟然还有虫子在里面 没味儿冲天 我几乎恶心地要吐了 好不容易把被子全拨弄到地上 却也没发现什么东西 其实我拨了几下也意识到 里面不会有东西 谁会把东西藏在这么恶心的地方呢 这两个地方都没有 那么只剩下这个大柜子了 不过这柜子都有锁 虽然柜子的门开裂了 但是要打开这柜子 还是需要用点力气的 而且没有工具是不行的 我手头什么都没有带 只好就地去找了 最后在窗台找到了个东西 那是老式窗的插销 能拔出来 虽然都锈了 但是老式插销是实心的 很结实 我拔出来一个 就用来当鞘杆 插进那些开裂的柜门板缝里 把缝撬大到 能让我伸手指进去 然后一只脚抵住一面 把手伸进缝里 用力往外掰 门板发出恐怖的摩擦声 给我扯得弯了起来 接着就发出断裂的爆裂声 整块板就这样硬生生地 给掰断了 门上的灰尘都溅了起来 迷得我睁不开眼睛 楼里相当的安静 我这些动静听上去 就格外的吓人 门板断裂的那一刹那 那刺耳的声音 把我也吓得一身冷汗 好久才缓过劲了 然后拿起打火机 往柜子里照去 我对柜子有什么东西 一点预判也没有 感觉最大的可能 还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也没有太过做心理准备 然而一照之下 我就吃了一惊 柜子里确实什么都没有 空空荡荡的 但柜子靠墙那边的底板 已经不翼而飞 露出了柜子遮住的水泥墙 而在水泥墙上 竟然有一个黑油有半人高的门洞 连着一道往下的水泥阶梯 不知道通向哪里 我感觉越来越古怪 显然这里竟然有一道暗门 有人用一只去掉了底板的柜子 当成掩护 遮住了它 只要打开这只柜子 就能看到后边的暗门 这种方法不算是高明 但是好处在于设置方便 而且便于出入 可是这里怎么会有这样的构造 看来这疗养院不简单 这里以前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这水泥阶梯下 又是什么地方 看着手里的钥匙 显然对方寄了这个号码房间的钥匙给我 就是想我发现这道暗门呢 那么下面应该有答案 我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走进了柜子里 探见暗门 顿时一股奇怪的味道 从下面传了上来 我转过头 把最浓烈的味道嚷了过去 然后适应了一下 用打火机往下一招 阶梯深不见底 而且有曲折 显然长度颇长 不知道是通向二楼呢 还是一楼呢 看着楼梯 想到现在已经是半夜了 我身在一栋鬼屋里面 又发现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安置的暗道 心庸不免有些害怕 然而毕竟我是下过岛的人 在这种地方 知道外面就是大街和发廊 心中自然会稍微坦然一些 我只犹豫了一下 就定了定神 一只手小心翼翼地举着打火机 矮身进到这个门洞里面 顺着阶梯向下走去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 对方指引我寻找的东西 必然就在这楼梯下面 我也不好退缩 来到了格尔木 自然要看看对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才走了几步 我就感觉到一股难言的阴冷 从阶梯前方的黑暗中传了过来 冷的有点让人不寒而栗 我哈了一下 就发现有白气 从我嘴巴里呼出来 这下面的温度 看来确实很低啊 从打火机的光线看去 楼梯两边都是毛坯的水泥墙壁 水泥是黄水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那种军用品种 上面隐约还能看见一些红油漆刷的标语 都褪色的只有几个轮廓能分辨 在阶梯的顶上还能看到垂下的电线 被蜘蛛网包着 看上去就像蛇一样 比起古墓里的青砖木瓦 这些东西要亲切的多了 我一边暗示自己 一边尽量的放松心情 虽然如此 我还是觉得下面黑暗处的楼梯砖角 会有什么东西探出脸来 毛骨悚然的感觉竟然一点没有比古墓里差 很快就走下了第一段 阶梯转了个弯继续向下 脚步出现了回声 听起来毛瑟瑟的 我感觉了一下高度 这里已经是二楼了 就是被水泥封闭的那一个楼层 然而这里并没有任何的门洞 四周还是封闭的水泥 显然出口并不在这里 我心里说 看来和那二楼没有关系 我深吸了一口污浊的空气 又往下走了一层 还是同样的情况 出口也不在一楼 楼梯继续转了一个弯往下 仍旧黑漆漆的看不到底 我心说下面就是地下了 这时候心里出现了一个念头 难道这楼梯是通到地下室去的吗 难道这里是以前的地下军事掩体呢 我心里记得 在杭州有一个著名的七零四公馆 也是以疗养院的名义修建的 其实里面机构纵深 神秘异常 据说地下面也有巨大的建筑 用来应对紧急情况 不过看这暗门的样子 又感觉不像 那暗门就是一个简陋的门洞 如果是特地设置的军事掩体的入口 至少应该会有铁门吧 我边走边胡思乱想 继续往下走去 不知道是温度继续下降 还是我的冷汗给我的感觉 我忽然感觉到极度的寒冷 牙齿都打起花来了 咬牙又下了一层 阶梯到这里就终止了 阶梯的出口就在前面 我小心翼翼地走出去 发现外面似乎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我举起打火机招了招 出口的两边 发现这是一个水泥加固过的地下室 非常的简陋 潮气冲天 地上还铺着青砖 四周空空荡荡的 这肯定不是军事掩体呀 我心里确定了 看着水泥的样子和地上的青砖 像是农村里生产大队自己胡乱盖起来的那种地窖 这里的手工太简陋了 不会是专业的军工部队盖出来的 那这是什么地方呢 难道真的是个地窖吗 焖牛瓶让我过来 是看他的烟白菜入味了没有吗 我给自己的念头逗乐了 一边往这个地窖的中心走去 走了没几步我就隐约地看到 地下室的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影子 横倒在地上 看上去非常的怪 我朝那个影子走过去 用打火机一照 人就僵住了 只见地窖的中央 停着一只巨大的纯黑色的骨棺 打火机的光线十分的微弱 能照出两三米外的情形已经很不错了 在这种光线之下 赫然看到一只棺材 我还真是吓了一跳 反应过来之后 就感觉到非常的奇怪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他娘的 这里怎么会有一具棺材呢 而且还是古棺 一座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建造的 给领导休息用的疗养院 有地下的隐秘设施 这说起来已经有点不可思议了 现在在这个地方还出现了一只棺材 这太匪夷所思了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人呢 难道是当年死在这里的军官吗 我看了看身后 来时候的楼梯口就在身后 不至于找不到 就靠过去看那只棺材 远远看过去 就知道这不是现代人的棺材 棺材是纯黑色的 横在地下室的中央 好比一只巨大号的长条石吨 这样大小形状的 应该是棺果 民国以后的棺材就没有棺果了 这棺果看是呀 应该有相当的历史 至少在五六百年以上 而且看大小恐怕不是普通人家用的 至少也是士大夫用的 我上前摸了一把 上面有细细的花纹 冰凉刺骨 像是石棺 不知道是什么石料的 一摸之下 石棺上厚厚的灰尘 被我划了几个印子 露出了一些细小的花纹 那打火机靠近仔细地看 关过的盖子上 有悄凿损坏过的痕迹 盖子和裹身的缝隙里 也有撬杠插入的迹象 显然我不可能是第一个 发现这只巨大棺果的人 有人曾经想撬开它 我有过经验 所以对这个特别的敏感 古棺不可能平白无故地 出现在现代建筑的地下室里 那肯定就是有人将这棺果 搬到这里来的 不晓得原因是什么 地下室里的温度十分的低 我喘着气 逐渐冷静了下来 用力舒缓我的心跳 一路下来都是在极度的紧张中度过的 虽然自己压抑了恐惧 但是心中还是相当的不舒服 一边深呼吸 我就开始琢磨了 有人寄了录像带 地址和钥匙 将我引到这座破旧疗养院里来 指引我发现了这一道暗门 通过暗门后的楼梯 我发现了这个地下室 地下室里还放着一具石棺 这已经超出了任何恶作剧的范畴了 对方是不是想告诉我 这疗养院里发生过的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看来这封闭的楼层和地下室 以及这石棺的背后 肯定有着相当复杂的故事 我推动了一下石棺的盖子 当然没有用大力气 只是想试验一下能不能推开 好在和我的判断一样 石棺纹丝不动 显然没有工具 我打不开的 我松了口气 在这种场合下开关 而且是一个人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 打不开 也不用硬着头皮 逼自己上